香港最近的股市市况非常波动 经常一天之内上落几百点甚至过千点 大市从历史高位回落之后 就一直没办法重拾上升的动力 虽然香港的经济保持增长 但其他的外围因素 好像是美国的次案问题 和内地的宏观调控政策等等 都影响了大市的表现 在这样的波动市之下 小投资者应该怎么去部署呢 在这一集里面 投资分析专家邓星兴博士 会为我们分析影响投资环境的各种因素 帮助我们去预测大市的走势 他还会介绍一些具备投资概念的股份 以及在波动市里面的投资策略 务求尽量提高投资回报 以及降低风险 我们首先说了近期影响着大市有什么因素 我们先说一些不好的 相当差的 利淡因素方面有什么呢 就是美国经济方面有一个衰退风险 基本上这个是引致美国经济放慢 甚至衰退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刺案的问题 刺案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因素呢 可能大家都奇怪了 我都没有买美国楼 或者是按揭市场方面 对整体经济有什么关系 什么影响 为什么会影响到香港 甚至全球股市 其实当中就是引申了很多一些 过往的十年的金融市场的发展 尤其是在美国方面的发展 因为最主要呢 其实你看看什么是刺案 刺案 刺案就是一些刺级按揭 就是不是很好的按揭 刺级按揭就是说 它的风险就很高 为什么风险高呢 因为它那个条件 就是说做按揭的条件 就是很宽松的 可能在说5% 10%的首期 甚至不需要给首期 拿张卡去录也行 或者是有些买了一些按揭保险 然后银行就会借了100%给你的 而且也是没有什么太过入息审查的 当时因为银行很进取 去做这个案件 所以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审查 就算那个供款人方面 是不够钱去供楼的话 那它都照批的 但是当中有一个原因就是说 建基于就是美国的楼市 就过往时间是不断上升 就是说资产价值上升之下 银行的风险就会是相对低了 因为你的贷款額 是永远都低过资产价值一部分 那它就觉得是风险低了 但是其实呢 那个资产价值是如果有承接 或者真的有个market price的话呢 才是叫做有那个作用的嘛 如果你是有价但是没有市的话呢 那其实就算你那个人不供楼 银行拖一层楼回来的话呢 它都是变卖不了的嘛 套衣不了的嘛 所以其实那个风险仍然都是存在在 现在就是面对这个问题了 就是那个楼价呢 不断下滑 或者甚至是虽然是有价 但是没有人肯买 那形成了银行方面呢 那个风险就会是相对增加了 好了那这个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那些银行方面呢 就做了好些按揭 很多这些按揭 但是它又不想自己呢 去取消那个风险 那所以它就包装成为一些 就是证券化的产品 而把它呢 就再卖给 resell给一些市场 那就令到银行方面呢 表面上就没有了风险 因为最主要呢 它当它证券化了之后呢 那它变成了 不是它的贷款呢 不会再在它的资产负债表里出现嘛 那就变成了好像是安全了 没有了这笔资产在里 但其实就不是的 其实呢 实质上来说呢 仍然是存在 只不过它透过证券化 就是销售出去 好了 现在回来的问题就是呢 去到一个极端之下呢 那些人开始觉得 咦 有点问题了喔 而且楼价开始是上不了了 那些资产呢 就开始是 就是 没得升值不得只 还要是贬值 是要下降 那形成了呢 这些这样的证券化资产呢 就开始出现风险 而一些 本来买入了这个 就是风险的机构呢 又不理药了 那所以形成了呢 这些资产呢 就是变成了有价就无事 没有人肯接 就是等于你买了一间公司的股票 但是呢 他那间公司还在 不过停了牌 或者是 含入这个财务问题 扶不到牌 那就是等于没用啦 你虽然那间公司在 但是你的股票是不流通了 那这个情况 那这个情况 美国情况就一样了 就是这些这样的资产呢 就变成了是没有了市值 所以令到那些银行方面呢 就被迫呢 就是要撇账 或者是 好像汇丰啊 或者好像这个是 这个花旗那样 就将它收归自己的 那个资产负债表里面 那希望呢 就等到它有回价值的时候呢 就可以做回撥 那其实呢 都可以说它是对的 因为为什么呢 这些资产其实不是没有了 是在了 不过现在最主要是 那个信财的信心的问题 那所以令到呢 就没有人敢买这些资产 但是风潮 逢亲危机呢 都会过去的 任何的风潮 例如金融风暴 九七科网二朝 另外就是九一 全部都会过去的 当过去了之后的话呢 其实这些资产 如果开始有价值的话呢 可能它会有很大的回撥 也不奇怪的 所以变成了呢 未必是说真的很差 如果当个信财危机问题 解决了之后的话呢 其实过去了 也都可能有机会是好 尤其是美国呢 大家不需要太担心 很多人都说到 哇 美国好像世界末日那样 就来要倒下 其实不会 因为呢 为什么美国的经济的基础 和规模呢 是很大 和很稳固的 它的GDP呢 是大于中国的十倍的 另外它的经济的基础方面 是很稳固的 和金融的系统呢 都是很稳固的 所以过了这个危机之后的话呢 其实它仍然都会有一个增长在 那我就暂时觉得呢 就未必会出现衰退 但是美国联储局方面呢 会是继续减息 那我自己觉得呢 它的联邦基金利率方面呢 有机会呢 有机会呢 就是最低去到一厘多的 因为那时候譬如之前 九一的时间呢 都是减去一厘的时间 那我想是一两厘留下 是有机会的 所以香港呢 其实是有机会 再跟减呢 可能超过一厘的今年 接近一厘或者一厘的水平的 那另外看回内地方面的情况 那内地方面呢 当然是说宏观调控 那宏观调控呢 其实不是新的 都前一两年已经在调控的了 那现在今年开始呢 其实你看到有些成效了 因为呢 刚刚就上个礼拜公布了呢 就GDP啦 就是经济增长啦 那第四季的经济增长呢 只是增长11.2%而已 比起全年的11.4%呢 就已经是放慢了啦 另外呢 大家最留意的一个就是CPI 就是那个是消费者物价指数 就是反通胀的 那你见到呢 12月份呢 已经是跌回到6.5%的增长 比起原本 大概7%的增长呢 是放慢了的了 那还有全年计呢 全年计的话呢 只是增长4.8%而已 而当中呢 有4个百分比呢 其实是来自这个 食品价格上升所推动的 就是说那些猪肉 你如果大家去买菜 都有经验啊 现在那些猪肉方面呢 价钱是贵了 起码3.5%了 那还有又细够了 就算同一个价钱 都可能要细够很多 那所以变成呢 就 食品价格方面呢 仍然都是内地 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但是是透过加息 是没办法改善得到的 因为你不会因为 加了息而吃少够猪肉的嘛 你都不会因为加了息的话 吃少餐饭的嘛 不可能的嘛 反而呢 一定要透过供应上去着手 那所以变成 其实是看回呢 那个宏条方面呢 是开始发挥到效用的了 而今年呢 就中国是会继续宏条 但是呢 再大幅加息机会就不大 还有呢 调高存款准备金率 是会有机会 那我想是调高到 现在15%了 可能有机会调高到 16-17%的 就是会再加的 但是呢 息口那里 为什么会 可能会放慢一点呢 因为最主要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就是 就是说 美国现在呢 就是说的是经济放慢 那自然呢 就会影响到中国的出口 因为中国的GDP里面呢 大概有两成到三成 是来自出口带动的 那而出口里面呢 大家当然知道啦 美国是主要的市场 所以美国经济放慢的话 自然就会令到GDP 中国GDP呢 是自然就减慢一点 再加上呢 现在呢 美国的息和中国的息呢 是相反方向走 美国就减了 中国就要加 所以这个息差越来越阔之下呢 反而就令到那些资金呢 就更加流入去中国 一来赚的息差 二来呢 就可以赚人民币会加升 所以呢 如果你再加息的话呢 其实是有一个问题的 所以我觉得它今年是会加 但是呢 手脚方面呢 就会比去年是放慢了的 那就是说 继续抽紧仁根 不过呢 步伐可能有机会放慢